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是来到了武汉的长江和汉江交汇的地方 这里有一块石碑 上面书写着江汉朝宗两江水赋 三镇浮地 我们看在石碑的下方呢 有两只神奇的小动物 只见它们是龙的头 乌龟的身子 这个形象呢非常的怪异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它们 话说龙生九子 每个都不相同 它们呢就是龙其中的一个儿子 可见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多么的博大精深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武汉的汉江 只见汉江的水啊 非常的清澈 可以说是碧波荡漾 我们再看前方 黄色的江面 有轮船 正在航行的地方就是万里长江呢 只见长江和汉江之间呢 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隔线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 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既然两江交汇 为什么又彼此互不相容呢 这是因为啊 汉江是从秦岭南路流经陕西等省呢 然后到武汉 它上游的植被啊非常的好 而且呢没有汛漆 所以呢就导致它的水质啊 非常的清澈透明 而我们都知道长江呢 是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奈 普京我国的多个省份 一路上呢有非常多的支流 而且现在呢 刚好是长江的汛漆经四川流入 沿岸的植被情况的比较差 所以呢水质的含沙量比较高 因此呢 水质呢呈黄色 两江呢最终在武汉的龙王庙形成交汇 自然就形成了精卫分明的大自然景观 咱们现在眼前呢看到的这片绿洲啊 就是武汉的南岸嘴 它就是由长江和汉江交汇之后 天然的冲刷而形成的 镶嵌在武汉的城市中央 至今还是留白 没有开发 在南岸嘴之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武汉的标志性建筑龟山电视塔 曾经的亚洲围杆 完全不熟上海东方明珠 在这里呢 武汉三镇的风光呢 一览无遗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在江面上行驶的过江轮渡 在两江沿岸呢 至今呢 都还有许多像这样的渡口 就是为了方便人们日常过江的观光 而且票价呀 和公交车一样非常的便宜 此刻我们看到远方一艘巨轮 正快速的行驶 江面之一条条翻滚的波浪 像不像一条蟒蛇在江面上穿梭 跟轮船较近 这个场面呢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分享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 记得长按点赞和关注 下期视频见